一直在躲避这只高狼犬 脾气暴躁的德国牧羊犬 对战9个月大的高狼犬 究竟谁能取胜 一切都是未知之术 这只德国牧羊犬个子还是非常大的 肩高接近70公分左右了 属于体型瘦长个子偏大的德木 有人说德国牧羊犬就是一个洛基 打斗能力是非常一般的 对战巨型斗犬高狼犬肯定会输 咱们就用事实来说话吧 接下来高狼犬出战 这只高狼犬几乎是猛犬基地性格最活泼的一只狗 看见什么狗都想上去PK一下 终于跟德国牧羊犬见面了 高狼犬立马追击了上去 高狼犬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强势 步步紧逼 丝毫不给德国牧羊犬退让 德木也是无心恋战 一直在躲避这只高狼犬 终于被高狼犬跟中亚牧羊犬逼到了墙角 德木感觉自己实力不如这两只狗 所以选择了退让 抽准了一个机会 德国牧羊犬又想逃跑了 可惜再一次被高狼犬压制住了 在这里我们要为德国牧羊犬证明 德国牧羊犬实际上是工作犬之王 比拼的是智商 比拼的是服从性 它并不是一种斗犬 你让一个工作犬去对抗斗犬是没有意义的 德木天生就是为了工作 为了训练而生的 而不是为了打斗而生 每个犬种 它擅长的领域也是不同的 如果比拼智商 比拼服从性 中亚牧羊犬 高狼犬绝对是比不过德木的 但是比战斗能力的话 德国牧羊犬确实跟它们不在一个级别 性格也没有其他巨型斗犬那么强势 基本上碰到实力强大的狗都会选择退浪 这其实也是德国牧羊犬智商高的一种表现 不会做无谓的争斗